联发科发表了8核心的4G晶片 同时预告第四季还会陆续推出新的产品 抢攻各街的市场 那针对了苹果下半年要推出新的iPhone 联发科强调不会影响出货 预估全年4G晶片的出货 大概是1500万套的目标一定会达成 台湾4G打得火热 各手机品牌厂陆续推出新机抢市战 IC设计厂联发科也没闲着 自从两年前切入智慧手机市场后 成品一路强打快打策略 预计今年第四季将推出三颗64位元4G晶片 全面覆盖入门级中阶到高阶客群 联发科认为做手机产品 就像军备竞赛一样 有人做了别人也要跟着做 联发科优势在于多媒体技术领先业界 尤其看好大陆内销由3G转进4G比例 将会越来越多 到了明年4G比重有可能大于3G 4G晶片快速到位 大陆一线手机品牌厂 包括TCL 中芯 联想 库派等 都已经预告会采用联发科晶片 未来也将积极争取三星4G智慧手机订单 针对苹果预计下半年推出新iPhone 联发科也强调 不会影响出货预估 去年4G晶片总计1500万套目标 一定达正 林宋春复谈不倒